大家好 我是阿沁 今天來做一道家常的湯品 豬肝湯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豬肝湯 它是一個非常傳統很簡單的做法 豬肝怎麼樣處理的 腥味不會那麼重 吃起來會軟嫩 這裡面有很大的訣竅 那跟著阿沁的腳步 一起來製作這一道好喝的豬肝湯 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鮮的豬肝 第一 理會它的顏色會像這樣子 從血水裡面看它的顏色 這就很新鮮 第二 你聞味道 新鮮豬肝你聞起來會有淡淡的血腥味 那如果會臭或是有燜燒味那種感覺 那這基本上這個豬肝的品質就比較不好囉 第三 新鮮豬肝你看我都沒有土油跟水 它看過去就會光滑 第一個步驟直接來切豬肝 插手指稍微擦乾一下 然後呢 把你翻面 這裡有筋的地方 我個人喜歡把這個調掉 那豬肝的厚度 我個人啦 我覺得最完美最好吃 厚度是大概在0.5公分 豬肝有時候你在切 它形狀 因為它組織的關係 有時候你這樣不好切 你就把它翻過來 那當你翻過來的時候 你這樣反而會比較好切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斜切橫切都可以 切好豬肝我就放回來 那這個麵粉 我這邊是加兩大匙下來 那這個麵粉 什麼樣的麵粉都可以 只要是麵粉就好了 好 再來 鹽三分之一小匙 那我這裡啤酒 我這裡是加三大匙下來 好 再來呢 用手把剛剛下去這些東西 抓煙 抓拌一下 去除 降低豬肝 它本身濃厚的血腥味 這樣抓它一分鐘 一分鐘之後 進這個五到十分鐘都可以 把多維的血水滴出來 十分鐘時間到了 來 直接你準備一鍋水 或者是直接沖也可以 我是準備一鍋水 你放進去 好 來 來 那你就去洗它 像我這樣子 你可以輕輕的去搓揉它 輕輕的 起完豬肝 它顏色會比較粉白 有沒有看到 現在要來做汆燙動作 我現在水滾了對不對 來 關火 豬肝倒下來 然後你會在裡面看到豬肝 變顏色 有沒有看到 這樣 給它泡 30秒 30秒 30秒到 再撈起來 來 30秒到來撈起來 現在的豬肝是半熟的狀態 你看 趕快撈起來 好 那我現在豬肝 這邊燙好亮起來之後 我這邊是1200CC的水 先來做調味 來 我這裡的鹽是1 2分之1小匙 1 2分之1小匙就好 天然鮮味粉2匙 2小匙下來 好 再來 白胡椒粉一點點 好 1 3分之1小匙就好 米酒的部分是 2大匙 如果不吃久的 你就可以不用加 好 沒關係 那剛剛燙好的豬肝 直接 一氣顆成的下來 我現在都還是大火喔 香油1小匙 有沒有看到滾起來了 滾起來了對不對 來 關火 薑絲 我建議啦 薑絲自己切 用薑下去自己切 薑絲才會好吃 九層糖 蔥花 這個都是非常道地台味的味道 好喝補身體的豬肝湯 完成囉 如果你有喜歡今天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讓阿清知道說 今天的影片你有喜歡 對你有幫助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